人家40啊 这么说吧 比我大的有 但不多 哇那就是8呗 ok 的跟我坐这完全 ok 因为我是9真的 真的是9 我是真的假9假9来9去的 但是我还想再观察一下 其实我是8 他是8呀 你们俩8在一块呗 哎杀一个 我们俩都是9我们俩在一起呗 好不好 咱俩都9啊 正好一对是吧 嗯一对9 一个对子 咱再找俩9 咱四个不是炸吗 姚晨姐是多少 我还行啊 中不溜这个中不溜 小娃哥是多少 我是我是5 你才5啊 5 好好直接说出来5了 哎呦 那你是5 你就别跟我打一块了真的 我怕你给你坑了 孙岩 我是6 你是6 嗯 所以我不能跟他搭 我得找高的 其实比较大的牌找到这些56还比较 他中间和中间其实在一起就算是高牌了 对你要是大牌没准就找个小 哎 请起立 9 敢跟我叫小9的 哈哈哈哈 我不是炸哥的 炸哥的表情 来 笛哥 你可别 放心好了 1 2 2 3 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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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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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 两个自恋的人打开了 哈哈哈哈 你看他们都严正以待了都 走第一次 最喜欢的小吃是 这鞋行吗 什么 什么 大 哈哈哈哈 声音都飙了 哈哈哈哈 好答对 第二题 呃 睡觉前都喜欢做什么 刷牙 哈哈哈哈 你睡觉前刷牙了 你睡觉前不刷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样AI睡觉不刷牙了是不是 AI不刷牙 睡觉前喜欢做的事情 这不都是洗漱的时候做吗 哈哈哈哈 在超市最喜欢买的东西是 方便面 哎呦 起来了 来了 可以 呃 最想去的城市 齐齐号 齐齐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厉害呀 太棒了 齐齐号绝了 厉害 赵哥 那个无险可击这个 哇 哇 五个字啊 最想去的城市 利斯坦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厉害呀 利斯坦布 对确实五个字 哈哈哈哈 这一轮他厉害 好下一个六个字了 你俩要淘汰一个喽 AI和杰哥 到底人厉害还是AI厉害 武童是个什么样的人 哇塞 六个字哈 六个字 丑陋且可爱的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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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丑陋且可爱的人 多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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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 多了一个字 杰哥淘汰了多了个字 你什么都没有 不是我本来想要丑陋且可爱 但是又少了一个字 而且可爱就可以了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还得罪了武童 哈哈哈 杰哥又一次一切尽失 我就赌赞了我没有赞 丑陋且可爱 你别且丑陋可爱的人 丑陋可爱的人 谁想到那么多呢 那那瞬间就是一个随便说点词 你想到丑陋可想的挺多的 丑陋 可爱都是临时加的 丑陋 印上来是头两个字 可爱 形容杰哥 用两个字形容杰哥 可爱 哈哈哈哈 答对 用三个字形容杰哥 很可爱 哈哈哈哈 大家词汇两知匮乏 哈哈哈哈 用四个字 形容梧桐 方肚翩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淘汰 淘汰 虚假宣传 我就是反正我就是想了一个形容词 他不管说谁我都准备说 导演你觉得这个形容合适吗 我该拿冠军 我该拿冠军 哎呀 来 五个字形容大姚姐 一险又狡诈 本来是做好准备给梧桐的 没办法了 哈哈哈 遇到谁就是谁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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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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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大姚姐沙哥要淘汰一个了 要淘汰一个了 现在几个字 六个字了 请说出你最爱吃的一道菜 糖醋里脊 糖醋里脊 包肉 哎什么玩的啊 糖醋里脊包肉 哈哈 沙哥淘汰啊 哈哈哈哈 包肉 用一个字形容 你要KTV必须唱的歌曲的名字是 哇 你的名字是 哇 哈哈 你俩淘汰了 你俩淘汰了 嗯 小娃哥刚刚起来已经准备好了 蛋 哈哈哈 应该也有这首歌 我觉得应该有 哈哈哈 好一个字 上一顿你吃了什么 蛋 哈哈哈 幸亏没站 他用声音喊住了别人 哈哈哈 他俩淘汰一个了 明天你打算去哪儿 头颅 都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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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失败 杨迪获胜 哇 是我的还是我的 恭喜杨迪获得六百 六百万 谢谢谢谢 来大家请坐 终于捞着了 我可以坐会儿 六百 满足吧 哎 还有机会吗 好 这轮赢的人三百万 来吧 好两个字 说出一个家用电器的名字 冰箱 答对 杨迪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可笑 哈哈哈 很搞笑怎么你了 很可笑 哈哈哈 明天想干的事情 四个字 不想干活 叔叔你明天想干的事 出门放风筝 多多了多了 多了 啊没多没多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淘汰哈哈哈 多了多了 六个字了 请说出 你最喜欢的一首歌 因为爱所以爱 哎答对 哇 七个字了 你答对了实至名归 真的 七个字 大家都学聪明了 快玩玩了吧 这个 站不起来了感觉 站不起来 形容一种 颜色 形容一种颜色 一种颜色 一种颜色 你答一下呢 这个字 来来来来 绿色 特别好看又清新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九个字你 没有没有 我只是说绿色 我告诉你那是绿色 然后特别好看又清新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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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八字 八个字是吗 你想一个思想惊奇的 来你来一个狠的 十秒问不出问题 你淘汰啊 什么 九 八 八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五 四 三 二 三 说出客战好吃的一道菜 八个字 开始 有发意 白切鸡蘸 酱油辣椒 这不是个话 来淘汰 三件事 这不是话吗 我刚刚真的吃这个菜 淘汰 八个字 而且你吃过这的菜 关键你来了一顿没吃啊 哈哈哈 我刚刚 晚宴是一会儿才有的晚宴 没有实时依据的在这 哈哈 我们啥时候吃过白切鸡 我 沾辣椒酱油的 你告诉我 让他 让他在那吃了一顿 哈哈哈哈 好的 我救了你们 你九个字里面也玩不了吗 不一定 AI啥子算得出来 来 AI都可以 AI不服 我已经站起来了 两个字 两个字 对 你们最想加哪个艺人的微信 杨迪 可以 谭建次这碗厉害了 要拿 八百万 主要是前面的钱不够吸引我 谭建次是目前所有人里钱最高的 半猪吃老虎 前面一直不答题 当磁铁把人弄走 哈哈哈哈 下一个 学到了 哈哈 哇他才是大boss 哇 那你俩要淘汰一个了 好紧张 最不想加的艺人的名字 张星成 哈哈哈哈 杰格淘汰 为什么这个时候书上的就比你去说 你是AI 没事没事 我说张星成 哈哈 来杰格淘汰 两位最后抢一个答案 哇 天呐 天呐 哇 呜呜 呜呜 这笔太大笔了 三个字 人 人 你不要按住人家 你让我赢我分你四百 哦 行 哈哈哈 也行行 我们私下来的沟通没事 待会再说 我赢了也不分一半 哈哈哈哈 好 请说出一本书的名字 字数是 三个字 人事幼稚 你看 投尺 投尺 你给我们八百四人四百得了 一人四百可以了 一人四百可以了 其实是这样的 一人四百可以了 一人四百可以了 你下个看人都同归于尽了 你这算同归于尽 我都跟人同归于尽了 其实这样 给你两百 哦 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两百我们俩一人三百 对 把这事了了行吗 对这事了了 哈哈哈 这事了了 快点 两位不做了 就直接战谁抢答谁赢 心里受不了 我要花一千去治病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说出一首歌的歌名 几个字啊没说呀 几个字是 五个字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 答对 哇 哇 哎呀 心服口服 给我的四百 哈哈哈 这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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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请台电视贺得八百块 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哇 深藏不露 深藏不露 哇 六千都忘了 首付 客战首付 厉害厉害 再一次 大概 等会